台北市長蔣萬安在副市長李四川等人陪同下 視察大巨蛋園區半公洞及大巨蛋球體內部 蔣萬安針對球場疏散路線以及顏色方向加以關注 也表示正式啟用前一定會進行壓力測試 而且規劃是朝向邀請城邦隊比賽 透過球員實際回饋進行場地調整 第一場正式比賽也會以本土球員比賽為主 提到這個座椅顏色 因為的確有很多專家學者提出來 就是因為目前看白色 包括白色灰色 那這個常常會讓球被吃掉 不管是對於打擊者或是外手 接高開球的時候 他在視覺上面球的確會被吃掉 那剛剛的解釋是說 如果做了觀眾當然會被打住 但不可能每一場球賽都是坐滿 而且更何況我們這個是4萬人的球場 所以基本上一定會有一些場次沒有坐滿 會露出淺色座椅的顏色 所以要提出來 可能要再仔細的評估 屆時我們可能要聽取專家還有球員的意見 因為實際之後他們才會看到 在球場他們實際經過比賽或是傳接球的狀況 來瞭解這個顏色到底會不會把球吃掉 我想最重要還是要讓比賽進行 以及球員他們從他們的角度來提出意見 比如說這個還是要考量 第二個就是座椅的設計 我剛剛看到一個是角度的問題 譬如說我們內野一直到外野 就是說基本上我們是一個圓弧形 那座椅的角度基本上還是要能夠以看到 往內野的角度來看 而不要說譬如說在這個角度 它座椅角度看來是往中間 但並不是朝向內野 也就是說譬如說坐在側邊內野 但我座椅角度變得到可能還要過來 這設計上面 可能還是要再重新評估考量一下 還有剛從牛棚旁邊經過 牛棚旁邊那個座椅基本上視線都被擋到 這個可能你們也要再做一些調整 大巨大預計今年四月完工年底營運 場地可多功能使用 容納四萬名觀眾 是台灣最大室內體育場館 我們建築物是東西向的建築物 那總廠是230公尺 那南北向是170公尺 那高度呢從球場層 就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到屋底的最頂端是74公尺 那我們球場本身這個現在目前是水泥地 那將來會有人工草皮 那預計是在四月開始安裝 內部要做嚴控的試射 做完以後 試射放水槍完之後 就會開始安裝人工草皮 那我們整個屋頂呢 是有80%有吸音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講比較不會有殘響 但是殘響大概是3.7 因為我們留下一點點聲音 是要讓觀眾在鼓掌的時候 會比較活熱一點 所以我們沒有馬上把那個聲音把它吸掉 這樣 那我們隔音呢可以隔到45db 也就是說裡面如果在演唱會120db的時候 到外面會在75db左右 那跟交通的背景值就差不多 所以就比較不會吵到那個附近的一些住宅 那我們上面在貓道上面 因為我們是多功能的體育館 所以上面有135台捲羊機 所以留給其他要吊灌喇叭 或者是音響 或者其他的設備可以使用 那所以上面有大概密麻麻的貓道 可以做維修使用 那剛剛有提到 問到說那個座椅的顏色 那這個呢 一般呢 我們在如果觀眾的情況下 就會把座椅會把它擋掉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用的顏色 所以也不會對視覺造成困擾 那在底下這個地方 中間的地方 根據那個國際的規則 我們用深色的座椅在中間 所以對打擊者就比較不會造成干擾 那上面呢 我們有吸音膜 上面是比較黑的顏色 那這個吸音膜是多功能使用 而將來有可能拿來做投影 那我們座椅的規劃呢 在內野是五層的看台 那地下一層 大概一萬三千席 那地上有三層 四層 是一萬八千席 那二樓這個地方呢 寄分室跟轉播室會二樓 包廂總共有二十間 那四樓就是上層的看台 那我們外野有三層 就B1這個地方 兩層 那上面這個地方是外野的包廂 那外野的人數會比較少 那上面有一個寄分的看台 我們總共設了二十八座避難廳 不包含下層是廣場就聚在裡面 那其中地上有十八座 地下十座 那可以在八分鐘 預計八分鐘離開觀眾席 逃到通廊 那十五分鐘避難在逃生席裡面 或者是離開場館 那對於弱勢避難 我們都會在無障礙洗 就會在通廊的附近 萬一發生意外的時候 就優先由工作人員引導到場外 或者到避難去點去 大巨蛋是不只台北市民 更是全國民眾非常關注 也期盼已久的場地 所以我們市府團隊在一上任 馬上積極主動跟內政部多次的溝通 也謝謝內政部的協調以及幫忙 讓我們在1月9號正式取得了許可函 讓延當的工程可以繼續下去 大巨蛋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是可以容納四萬名觀眾 是台灣最大室內的體育場館 所以接下來 我們在正式請用前 一定會進行壓力測試 而且目前規劃是朝向邀請乘胖隊 進行比賽 透過球員實際的反饋 來進行場地的調整 當然接下來 正式的第一場比賽 我們絕對 以本土球員為主 也就是說 這畢竟是台灣球員 期盼非常多年 幾十年的場地 那絕對是以本土球員 台灣的球員最優先的考量 接下來當然也會積極爭取 國際賽事 邀請他們來大巨蛋比賽 接下來市府團隊 會要求遠雄暗圖施工 完工後 依規定進行勘驗 一切符合規定後 才會合發使用執照 記者問軍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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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